更改了路径连动到消防快讯 好 那他更改 首先他的动作SOP就不对 然后又更改了路径 好 即使他要更改路径 那他也应该把它更改回来 那他并没有 然后忙着去做下一个录影 那他没有回复原本新闻Live专案的路径 那这一节的直播人员没有及时发现 所以这个物质的讯息呢 就播出了有7分45秒 这一起事件呢 首先我还是跟大家再度的致歉 那犯了这样的一个疏失 那接下来呢 我利用一点时间跟大家说明 整个事情的经过 那么首先呢 大家可以看到荧幕上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 画面的左边呢 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新北市消防局 那他给我们的一个公文 要求我们办理 就是他们的全民防卫动员及灾害防救 明安8号的演习 那希望我们帮他录制这个预录的影片 那他直接来函 那另外这个函呢 也是就是寄送到中视民事 东森3DTVBS 一定是大风有限等等媒体的单位 那这个 这个帮忙呢 纯粹我们就是做一个公共服务 是一个无偿的 那 因为这个 这个 这个服务呢 在过去呢 友台也曾经因为 就是做了这样的一个 帮忙演习的情况 也发生了就是快讯 物质的一个情况 在2013年的时候 后来这一台就不太 愿意再配合新北市了 那另外呢 下一页 下一页可以看到 那这个就是当时录制 给新北市的一个影像 可以看到标题跟快讯呢 都是他们所模拟的一些现象 那这些文字都是新北市给的 那下一页呢 可以看到公文里面的 这个 他左边这个就是公文里面 他所写好的 那总共呢 已经有七条的稿头 那我们就按照他的 这个公文来函呢 就是念这些稿头 那在下一页呢 可以看到 那下一页的部分呢 这个是 就是新闻跑马灯 也就是我们在画面 右上角 这个是黄色框框 就是最底下的快讯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呢 总共有十一则 那十一则 这也是新北市 你的文字 通通都是他们的文字 所以有所谓的 就是新北市 遭共军导弹击中 那这个部分就是 就是新北市消防局 他们所拟的 总共十一则 下一页 那另外还有新闻标题的部分 那也是一样 在公文里面写好的 这也是新北市 你的 好 那下一页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发生了什么事 那可以看到 我们一个快讯的播出画面 主要快讯系统呢 每天我们会联动到 最新消息的快讯 那这个是每天都自然的一个联动 那在中间这一行呢 就是所谓专案这边 就是我们播出的模板 有蓝色的紫色的国际的台语的 那导播要录制这个 帮人家演习的画面的时候呢 他其实必须要在我们画面右边 这个红色的框子里 就是他必须在建一个消防快讯的专案来录制 但是他没有这么做 他呢直接用新闻live用的 就是蓝色的这个模板 直接呢就去联动到消防快讯 那他直接联动到消防快讯 也就是画面上一所看到的这个 那他就因为联动到消防 就是从那边更改了路径 联动到消防快讯 好那他更改 首先他的动作 SOP就不对 然后又更改了路径 好即使他要更改路径 那他也应该把它更改回来 那他并没有 然后忙着去做下一个录影 那他没有回复原本新闻live专案的路径 OK那下一页呢 下一页可以看到 这就是真实的一个机器上面的一个画面 那他在这上面做了 就是更改路径的一个设定 那所以呢使得那个live播出呢 就联动到这个消防演习的这个讯息 那在下一页 那当时呢就是什么时候帮新北市录影呢 就是在前一天的下午两点钟 那就是按照刚刚就新北市所提供的 我们帮他录 那录完之后呢 他因为更改路径 那他没有恢复 然后呢在这个同样蓝色的镜面呢 是在隔天早上的七点 也就是我们开播的那一节 那他开播的那一节呢 一开播因为 主要是过去从来没有人会去更改 这样的一个路径 因为他的SOP就不对 所以他没有人会去更改这个路径 所以导播呢也就顺着这样子播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就没有 他当然他on air 这个当节的导播 他也没有及时的 就是快一点的 因为已经播出去了 快一点去发现 那这一节的直播人员 没有及时发现 所以这个物质的讯息呢 就播出了有7分45秒 好 那我们看到呢 就是接下来下一页 就是那事情发生了 大概在八点多知道这个讯息以后呢 开始就是进行各式的补证措施 那包括就是 各节新闻的澄清跟道歉 还有各个频道跑马的澄清道歉 官网的澄清 我们发声明道歉 那开会检讨自律内控跟强化SOP 以及我们配合调查局 理清一律 另外配合NCC行政调查 还有就是我向董事长请辞 那另外呢 就是召开电视资历委员会 那另外就是制作新闻 向大众说明说实 也把这个画面拍出来 告诉大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那另外严惩 就是在录影的时候 我也向大众致歉 并且自行处分 接下来严惩失职人员跟主管 那么接下来就是 隔天向公事董事会报告 而且请辞 那下一页呢 可以看到 那第二个 报告主席 时间 我继续 不好意思 好 先继续 好 那再来就是下一次的一个失误 那这一次的失误呢 因为早上七点发生了 这样的一个误失 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非常的 内疚自责 那他们就是大家急着也想要再去 跟刊登道歉启示 那第二次的失误是为了要道歉 为了要道歉而去刊登 可是我们为了表示诚挚的歉意 那所以呢 编辑台首度启用 从来没有用过的一个强制性的模板 也就是呢 它就是会一直出现 就是每两分钟就会出现一次的道歉 那这个是一个强制启动的系统 那每一次跳出大概是20秒 那导播在要为了用这一套系统 他就在广告的时候来进行测试 报告主席 不好意思 因为还没讲完 是否可以再去 所以大概在几分钟 五分钟可以吧 几分钟 五分钟 再三分钟好了 好 谢谢 谢谢主席 好 那那个导播呢 就是在广告的时候进行测试 那第一个时间 他马上就发现这个讯息是有错的 所以他就说不能使用 那不能使用 他就告诉他的AD 就是助理导播 就是K字幕的这个人 跟他说 这个是不能使用 因为内容是错的 那可是这个AD的助理导播 他没有把这个强制启动的模板 彻底关闭 因为他是一个强制会出现的模板 所以他的动作会比平常的模板 多一个动作 所以他就少做了一个打勾的动作 所以呢 才会在9.34跟9.36呢 就发现了有这些大顿山火山爆发的 这些测试用的文字 好 下一页 那总共呢 就是两次的露出 就是35秒 那这个事情呢 其实都是在同一天早上 过了一个多小时的事件 那他们这个当班的工作人员 应该要赶快讲 但他们都没讲 所以当时呢 也直到我们当天的整个危机处理 一直到隔天 是隔了隔天 等于是两天了 到了隔天的4月21号晚上 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有网友把他贴文贴出来 那才知道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们都已经做完 第一波的检讨 惩处 公司董事会已经结束 好 现在一页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镜面上 红圈圈圈圈起来 就是那个勾 他就忘了这个 因为他其实看到灯灭了以后 他就觉得已经是做了 做了 然后他就没有这个勾 好 他就是没有实际确实的去关闭 有这样一个SOT的问题 下一页 那可是呢 为什么会出现火山爆发 这个大家也有疑意 这主要就是 因为这个是从来没有用过的模板 那所以呢 导播在前一天 同样也是在前一天 做了一个测试 那就是他必须把文字写下来 那就是让他可以 写下来 然后呢 就是他自己设定说一些紧急的状况 那他把他录了demo 进行的交接 那再来呢 所以因为是晚上才 隔天晚上才知道 下一页 所以呢 我们就 我跟董事长就都请辞 然后呢 也配合调查 然后到NCC去做说明 也召开内控会议 那再来就是下一页 那目前呢 我们本来的这个 SOP呢 是如上 时间的关系 我讲快一点 那下一页 我们防堵失误 加强措施 就是明文制定 新闻棚专案录制的流程 那再来 严格执行 开播前的checklist 就是各项资料连接 路径确实检查 那这个checklist 是所有 比新闻台 其他新闻台 更严谨的一个 一个方法 那严定今后 测试模板的时候 只能进入测试 测试测试的字眼 严禁在新闻 on air的阶段 进行任何测试 然后重建工作 交接流程 并且确实执行 还有增加成业时段 编水人力 落实制作人 把关跟监控机制 也落实出错 一定要通报的流程 跟问责机制 以上就是整个事发经过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